暴跌要来了,币圈最难忘的一天 我们都知道2020年3月12日 BTC从8000直接砸到4400 一天内腰斩 ETH也跟着崩盘 跌得连他妈都不认识 无数人一夜之间亏了的裤衩都不剩 甚至有人直接上了天台 但剧情反转来得过快 第二天BTC从3782的最低点开始起飞 一路涨到了69000,翻了18倍 真是一念地狱,一念天堂 现代市场什么情况 关税搞事情物价飞涨 通胀压力,山打,市场慌得一批 降息迟迟又不来 美联储默默唧唧 市场缺钱,流动性都快枯竭了 行情又像过山车 市场行情脆弱,随时可能崩盘 也可能突然起飞 312会重演吗?虽然不能招搬历史 但现在的情况和2020年3月12日前夕有点像 前景市场缺钱,一有奉执扫动 就可能引发恐慌抛售 政策不明,关税,降息这些事悬崖未绝 大家心里都没底 但是别忘了,暴跌之后 往往是大机会 如果市场真的笨了 可能会像2020年一样 成为新一轮牛市的起点 黄灯闪烁的时刻 提醒该放慢脚步 给自己一个缓冲 人生不是一昧的加速 而是懂得何时前行 何时暂停 何时调整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加冥阿爸 新加坡时间的2025年3月10周一 晚间的8点整 我们之前有参与过一个挂机项目 Note Go 它在7个小时的推文当中有说明 虽然TGE的是日期尚未公布 但是最新的帖子当中暗示了重大的新闻 很可能就是TGE 另外呢 在挂机的这个网页当中 我们需要跟各位方人提醒一下 除了下载必要的插件之外呢 它在这一个rewards板块当中 下方还是有一些社交类型的任务 就是可以进行参与获得对应的一个分数的 这个板块当中涉及到的一些社交类型的任务都是假任务 直接可以进行到假操作 点击一下然后不去管它也可以核验成功 那么这是对应的一个Note Go 我们继续来到下一个板块 还是bitland 然后推特话是113.3k的关注度 同时在推文当中的话 是可以看到有关于此次的一个任务页面 并且它把任务的标签页设置成为了AirDrop 那作为一个潜在的财富密码分享给各位 不一定确保它是基地性质的 但是它的标签页上面标注了此次的话 是关于一个AirDrop的板块 我们这边的话 首先先连接一下自己的一个钱包账户 那么OKX或者是Metamask都可以 然后这里的话会有两个板块 一个是任务一个是转盘 那首先我们要完成对应的任务 这里的任务的话是相关联的社交类型 首先要绑定一下我们的Discord 以及是推特 然后这里点击一下 社交媒体绑定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接下来的任务了 另外告诉一下好消息 那么这个任务的话都是可以进行假操作的 比方说我们点击 要去关注一下它 不去操作 等待这个Track变成Climb 我们向对应的收集 对应的奖励就可以了 这就是假操作 那么另外呢 这有三个金标的任务 给到的分数会比较多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去完成 那么也是一样的 不去错 然后等待它这一个响应 做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再去返回到板块R当中 看一下那个转盘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还没有研究一下 那这里的话我们先收集 等待它的分数给到 给到之后呢 我们再返回到最初的这个板块 然后选择到板块R 这里板块R的内容呢 我大致给大家过一下 它是创建一个自己的team 然后通过玩一些卡牌类型嘛 它是添加NFT啊 或者是一些别的东西 那这些NFT的话 都是要花费到自己的 真金白银去购买的啊 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 只要完成板块一的 所有社交类型的任务就可以 拿到具体的一个分数 很多现任观众老爷 刚入币圈没多久 在这里我为大家提供了 入圈必备工具 使用下方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币安 OKX BitchGatch GatchIO 主流交易所 作为新人注册 不仅可以享受到 各大交易所带来的新人福利 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永续专属 手续费减免折扣 赶紧注册起来 成为币圈的一员 另外在每一期视频当中 下方链接的话都会体现 你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更单链接 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 为自己带来收益最大化 OK我们再来分享一下 Ather这一个项目 在制定的推文当中 有表明此次的空头以上线 立即在测试网中确认 我们的位置 那它这个标签页的话 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点击一下 I要叫板块 然后我们会来到当前的这一个页面 这里呢需要有几个去完成的任务 比如说第一项 第一项的话它其实是填一张表格 那么需要输入的信息就是我们的email 我们的EVM的地址 就钱包地址和我们的推特的用户名和email 然后这边的话选择一下 然后进行到人机认证 进行submate就可以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关注到他们的官方推特 在这个方向上 我更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 点击一下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它此次这个任务了 就只是给你放在这里 它没有任何的识别系统 我觉得很可能测试网开通之后呢 有没有资格就是看你有没有关注到 他们的官方推特 个人认为是这个样子 那这里的话是加入到DC 然后以及是完成对应的一个网页 其实就是点击一下 也没有什么需要 就是值得完成的 我们这边连接一下metamask 然后进行一下授权 在这个方向上呢 也没有什么可以进行操作的 不用去管它 然后我们返回到这边的最后一步 去领取对应的测试代币 然后打开之后呢 是这样一个标签页 将我们的一个钱包地址输入进去 点击一下复制 然后这边进行粘贴 申请两个测试代币 一共可以申请两次 但是第三次的话 就要等待72小时之后 才可以进行生理 那这边的话会体现在我们的当前简报当中 网络的话是这一个它自定义的网络 然后这边的话一共有四个测试代币 在这支影片的最后呢 我们再来参与一下host's network 这个测试网链上交互加DC角色的详细教程 那首先我认为此次测试网获得的核心 应该是完成对应的任务获取角色 那OG角色的话可以接受专属奖励和空投 准备工作呢 那需要先提前准备一下泡港链上的PUAL作为Gas 以及少量base链上的ETH作为Gas 那首先第一个步骤进行添加测试网 那我这里已经添加完成了 如果没有添加没关系 这边的网站会提供给各位 自行添加就可以了 第二个步骤领取测试代币 点开之后呢 你会打开跟我一模一样的页面 这里的话输入我们的钱包地址 然后进行到一个申请 领取到测试代币的话 都会体现在当下这个网络 然后这边的话测试代币 第三个步骤 命迟NFT 那么早先如果跟随我们频道比较早的话 你这两个NFT的话 应该都已经命迟完了 因为当时出来这个的时候 我们都是第一时间通知到位的 这里连接一下自己的钱包 然后确认一下 如果你没有去命迟的话 也没关系 测试代币一旦到账之后 都可以进行胜利 然后这里的话两个 打完就已经可以了 然后后续的话 其实在前一段时间 也有一个第三个NFT需要去命迟 不过呢 它这里是有要求的 就是推特粉丝 至少要5000个 可以去提交一下NFT的K000 这一个 如果没有的话 那没关系 不用去做它也是 也OK的 那还会有一些其他收费的 我都不建议 就是没有必要去买它 然后第四个步的话是DEX 然后打开对应的链接 这里的话是 其实有点像swap了 就将我们获取到的测试代币 对相对应的转换为其他代币 在这个方向上呢 点击一下右上角 连接下自己的钱包 然后选取到我们对应的测试代币 然后去对应的去兑换为其他代币 都可以啊 这里的话我们优先推荐第一种吧 然后这里输入具体的一个数额 比方说是0.001的样子 然后进行到一个兑换 那这里呢 钱包确认一下此笔交易 它这里的网络费 你一定要去看清楚 当前网络费很高 建议各位观众老爷的话 可以选择凌晨这个时间点去做 另外的话 我们进行swap之后呢 最好了 我其实刚刚应该讲错 最好呢 应该选择我们USDT这一个 选取它这个那个测试代币 因为后续的话 我们要进行添加流动性 点击一下流动性 点击新创建 选择对应的代币 一个是这一个 然后一个是USDT 如果我们选取到这个代币的话 它是不会体现的 它这里的话是不能够 那个作为流动性的添加 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 这一个和对应的USDT 然后这里的话输入具体的数额 然后同样的下面的话 也是可以进行输入 然后这边的话进行到一个创建添加流动性 那目前呢 因为Gas过高 所以我也不给大家演示了 我也会挑一个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人的时间点 然后去做这一个 第五个步骤 跨链 跨链的话也是一样的 先连接自己的钱包 那当前的话 应该是先从这个网络发送到我们Sepulia这一个网络 然后这里的话是输入具体的一个持有的代币 那这里的话也是建议给它少一点比较好 然后另外呢 在这个方向上 我也提醒一下各位观众 我认为 将我们当前这个网络切换成Sepulia 然后再兑换一次 这一个网络是比较完整的一次交互 那么也是一样的 这里的话代币也要选择ETH 然后进行到一个输入 然后进行到继续 那么重点来了 如何获得对应的一个测试网的OG角色 收集完成四个角色 需要完成接下来四个任务 那么这边的话第一项任务 先去拿到这样一个角色 那这里的话点击一下 我们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当中 然后这里的话连接自己的钱包 完成接下来的所有任务 然后去收集对应的奖励 那为什么一开始在 开始之前啊 我们提醒一下各位观众也 需要准备少量的Pologon链上的一个测试 不是测试代表 是真金白银 准备一下Pologon链上的PoA 然后作为Gas 因为是收集这个NFT徽章用的 完成任务一之后呢 它会自动跳转到角色二的一个任务页面 那么也是同理 就是有一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都会给到各位 包括今天这边就这边的教程 我们都会给到各位 不用担心 然后我只是给大家梳理一下 只有你完成任务一的时候 它才会自动跳转 然后接下来是任务R 它需要Base链上的Gas 任务3 然后是这样一个 全是弱焉症 做完的话可以直接领角色 那么再来到任务4 它这里的话会有一个隐形的单词 就是这一个 然后以及是我们需要在第三部 Dex当中 就是刚刚的这个环节 不是不是 这个在Dex当中 然后需要将我们的测试代表 相对应的转换成为USDT 那至少要有100以上的USDT 所以我们测试代表是不够的 它这里的话应该至少要给到1.5个 1.5个都不够 那这里的测试代表估计要花费很多 大概有5个吧 15个 那377 那大概你自己换算一下 5个的话应该是100多吧 然后一定要是100以上 因为是要满足它这个要求 100以上的对换成为100U之后 相对应的要进行一下截图 截图的话是作为这一个任务 它这里的话是兑换100USD 换取WTH代币 然后提供 这里的话是需要截图的 给你讲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是问题的答案 后续的话其实没有一些过多介绍 那么第七个步骤的话是银河 银河的话也是拿到这个实验室先分角色 实际上是跟我们刚刚做的这个 冲突了 但是银河的话会给到我们积分 如果你要做的话也是可以做的 如果你不想做的话也没关系 你在这个方向上做也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此篇的教程的所有内容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